Bob 如果你覺得心臟病發的病人最痛是哪個位置 當然是心 哪個位置 心臟這個位置 那倒是一半 因為病症可以很多樣化 為什麼呢 不要說普通病人 即使醫生 我有個同事 他最初以為是胃痛 在肋骨以下的位置 痛了幾天 以為是胃痛 吃點胃藥 隔了兩天 發覺還是不行 越來越痛 立刻去做心電圖 才知道原來是心臟病發 胃痛是心臟病 不是吧 所以很多人會混淆 還有什麼地方 除了心臟的位置 有時候痛可以在胃的位置 或者頸的位置 甚至有時候會痛到膠底 到手臂 甚至背部也有 所以如果真的有這樣的病症 都是要檢查一下 穩陣一點 因為有機會是心臟病 對 我們幫我考你 知不知道中風治療裡面的 譚少傭兵為什麼 下學中文就是那些 很輕鬆地面對很多不同的困難困境 那就錯了 譚少傭兵 說的是中風出現的病症 譚就是講不到話 笑就是笑的時候 半邊歪了臉 用就是半邊伸動 用不到 在這個時間 就要趕緊班救兵 不是輕輕鬆鬆地 是要愈快愈好 因為記住 譚少傭兵的口訣 萬一出現中風的病症 每一分鐘是壞死190萬個老細胞 每一分鐘賺190萬個老細胞 每一分鐘壞死190萬個老細胞 遲了救不了 Bob 你知不知道 其實抗血小斑藥和薄血藥 是兩種不同的藥 什麼 不是一樣的嗎 抗血小斑藥其實是一些 心臟病發之後 或者中了風之後 就要吃的抗血小斑藥 有些病人 譬如他放完支架 通完波仔之後 可能要吃兩種抗血小斑藥 而薄血藥就是完全另一種 薄血藥就是可以在心房戰動的病人 可以減低他們中風的機會 那我現在吃的那些 通完波仔吃的是什麼藥 對了 Bob 你現在通完波仔 放支架 你現在吃的那一種其實是抗血小斑藥 千萬不要搞錯 因為很多人都會混淆了兩種藥 可能會吃錯了 這個要小心小心 Bob 你好 送一顆花生給你吃 什麼 這顆不是花生 是一個直入式的心電監察儀器 可以一年365天 就是24小時監察心率 對於一些懷疑有隱性心房戰動的患者 是一個很精準的監察方法 挺棒的 真的嗎 今天多謝你邀請我上來 送一朵花給你 蛤 很好 是什麼來的 其實這朵不是花 這是一個叫墨沖腸消融導管 是最新的消融技術 通過微創手段治療心房戰動 令心房戰動的患者 回復正常的心率 怎麼有意思 又花生又花那麼多錢 不用客氣 我免費送給你 謝謝你 不過送給你 你也未必懂得用 其實有幾件事特別留意 如果有心臟衰竭的病人 高溫瑜伽 桑拿和溫泉 要特別注意 不要每次去浸 為什麼呢 這幾個活動 其實溫度分差會很大 心臟衰竭的病人 突然間遇到溫差那麼大 血管突然擴充或者收縮 會對心臟負荷增加很多 可能會容易心臟衰竭病發 也不奇怪 又或者他本身可能已經有血管問題 可能突然刪失 所以真的要做這些以上的活動之前 要問你自己的心臟科醫生 你適不適合才可以做 怎麼分到一個小朋友普通感冒 還是一個很嚴重的腦部感染呢 其中一個病徵就是他們很怕光 在大的小朋友或青少年來說 他們可能躲在房間裡 關上窗簾 不讓你開燈 一看到光就會害怕 這是一個腦壓高的現象 但小的小朋友來說 比較難分辨 他們不可以說自己關燈 自己關窗簾 他就全身不聚財 有時候你一開燈 他會哭得很厲害 這樣的情況 這些要小心 家長 因為加上發燒 他們吃東西吃得不好 又全身不聚財 有機會是一個老莽炎的現象 包括病毒也可以 細菌也可以 家長要小心 香港很多人都有鼻敏感 亦都有一部分的人 嘗試用自己的方法去解決這些問題 就會在藥房買一些 叫做無類固醇的噴劑 有些就是抗充劑的成分 有些就是薄荷的成分 的確是一噴就立即會 鼻子通了 有舒服的 但原來長期噴 是會破壞鼻膜的 大約噴七至十天 再繼續噴的話 鼻膜是有機會 比尾膜還漲過未噴之前 差不多每一天都要跟病人解釋 或者有病人來到 是已經噴了這些類型的藥 是已經很難處理 我們就要嘗試 幫他轉回有類固醇的噴藥 或者甚至乎要做收索才能幫到他們 所以我建議 如果有鼻敏感的病徵 最好都是問相關的醫生 才再進行不同類型藥物的醫治 其實很多人除了驚痛之外 驚奇也很多 這些是瘀血來的 身體是要排出來才乾淨的 其實這個思想是錯誤的 因為這些血如果不排出來 是在身體裡面的 排出來會貧血的 長期貧血其實對身體也不好 甚至有些人真的很差 很暈都要去輸血 通常我們都會建議 如果經血很多 或者真的拉到很多天都不停的話 一定要盡快去看醫生 有機會貧血要輸血之外 可能其實本身有些問題 甚至可能是有不好的細胞 即是癌細胞那類 而需要去檢查才知道 不去檢查以為正常 可以錯過了一些治療的時機 我可以接受你 我可以接受到整個檢查 顏色的放在柳檢查中 我可以接受到柳檢查 但是這個檢查中 在柳檢查中 所以我給它 然後再在柳檢查中 找到柳檢查中 適合 在柳檢查中 冷卻中 寫一個柳檢查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